最近,中国的疫情更加严峻,染疫人数巨增,医院排队就诊,猝死的人显示是越来越多,当局下令掩盖真相,医护人员被封口。河南民众排不上号,门诊,患者,太多了,我排队急诊。 目前,多种病毒在中国同时流传,从之前的所谓支援体肺炎、流感和包病毒等等,再到所谓的假流和乙流,很多人反复感染。有不少人同时感染所谓的假流和乙流,因此被亲人业余是双流人。 重庆民众,这一个月以来一直反复高烧,就想测一下是不是感染了流感,没想到同时中招了假流,一流,现在我妈和朋友都喊我双流人。 这波疫情从去年下半年传开,白费患者特别多,民间质疑是新冠病毒再次爆发。中共当局极力封锁,下令不准提新冠,也不允许媒体报道。 天津医护人员陈云,现在就是不报,不查,不管。你乐意查,那是你自己的事,他一般也不报。 听说白费了比较多,他官方不予承认嘛。随着疫情的迅速传播,从孩童到成年人,感染人数剧增,医院人潮持续不断,但医生却被威胁,不敢讲真话。 陈云,你想我们这工作,正这份工作,这岗位不也是我们个人的软肋吗? 其实他们,当局,现在就是各种要挟,不能说真话,说真话,就请你喝茶,聊天,对吧? 或者给你逮起来,给你弄个什么山颠罪,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,的。 从去年十月份开始,多地出现随地道现象,也有很多年轻人,在工作时间突然猝死,公司下封口令,不准对外声张。 浙江宁波王燕,各地方都挺严重的,然后这块就有突然就死了两个,就死在办公室里头,突然间就倒地就死了。 说是那个心脏病,而不让说别的,才三十几岁的,两个都是男孩,三十多岁的男孩子,不是症状力的时候吧? 但是单位封口,不让说。 中国传统大年,将至,疫情还在迅速传播。 近日,中共卫健委改口称,因过年期间,人员流动将大幅上升,预计过年前后,新冠疫情可能出现回升。 当局的说法被质疑,各地死亡病例持续攀升,这是在掩盖疫情严重程度。 河南南洋村民李先生,新耿死的比例多一点,三十多岁到五十岁这当中,百分之三十都是年轻人死了。 朋友呢,今年是三十九岁也死了,就是打完篮球吧,心脏病猝死。 这个疫情这个当中呢,我们家里都死了两个,我父母都不在了,心梗,脑梗。 四年前,中共病毒最先从武汉传出,由于中共隐瞒,很快传播到全世界,造成大量人员死亡。 近日,美国调查病毒溯源,发现中共隐瞒疫情的新证据,各界呼吁尽快对中共追责。 郑政府又叫这些黑社会来强拆,执法犯法还打人,里面还住着人呢。 福建轮仓镇当局到处强拆,城区如同战后废墟,民怨沸腾。 1月19日,福建泉州市轮仓镇,当地政府派出大量身穿迷彩服的不明身份人员,装备钢盔盘,上门强拆。 期间,业主和强拆人员爆发了冲突,有业主争执中被推丧倒地不起。 视频拍摄者称,里面还住着人,政府叫了一百多个黑社会强拆,说120在外面,打死了有120,执法犯法。 人已经倒地了,没有一个人要管,网友说,政府没钱了,拆点村民的房子拿去征收,来填满自己的小金库。 此种做法简直毫无人性,共匪就是最大的黑社会。 郑政府打人,郑政府打人,郑政府打人,轮枪郑政府执法犯法,强拆。 郑政府说120在外面,打死人的有120,执法犯法。 叫了一百多个人,来搞黑社会势力,强拆。 打人员都不理,轮昌正政府强拆,打人员,人已经倒地了,没有一个人要管。 就说120在外面,跟公的讨论,讨论,讨论,写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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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文昌正政府打人员,打人员,死人员,文昌正政府强拆,强拆打人员,文昌正政府黑社会势力,强拆。 近日,中国大陆网络一段视频在流传,视频显示,浙江省高中教材中编入了人体器官捐献,并称是全国首例,引发质疑。 网友称,好恐怖,魔鬼。 1月19日,大陆微博流传的视频显示,全国首例,人体器官捐献知识,编入浙江高中教材,视频中,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曹彦方称,让这些知识进入校园,让年轻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窗口,能够珍惜生命,关爱生命。 经新唐人记者查询,浙江绍兴市政府网站2023年8月8日报道的新闻,2023年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巡回培训班绍兴站,开班仪式,称,曹彦方是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科科长。 但该新闻已经被删除,其他相关新闻中称曹彦方为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。 2022年1月5日,杭州日报刊发,这是一份特殊的成人礼,全国首次。 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编入我省高中教材,其中提到,同乡市茅顿中学的高三学生张扬兴越18岁生日那天, 在父母的见证下,参加无偿献线,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数据库、中华骨髓库,登记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。 报道引用了同乡市茅顿中学负责人的话声称,将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写入教材,是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,目的是在学生中产生感召力。 报道称,人自然社会新版教材面向全省高中师生普及传播人体器官捐献知识。 网友怒斥,连哥跑啊准备,终于把手伸向了没有是非黑白,单纯善良的孩子,太黑了,然后意外丛生,魔鬼说辞,恶魔不仅惦记你的软肋,还用你的软肋胁迫你,穷的,上不起,学的没人管,生病的没人管,这种他们要管了。 还有网友说,器官移植的宫体,虚是活的,器官可值钱了,他们做梦都想得到,器官捐献的前提是珍惜谁的生命,关爱谁的生命。 特殊成人礼,是像未知青少年的灌输,签了就很有可能被制造成放弃自己的生存权,去完成将死者的续命权,好恐怖啊。 近几年,中共发起器官捐献进校园,向未成年人宣传人体器官捐献,并组织学生在活动上进行宣誓仪式,有些学校还让学生把人体器官捐赠,志愿登记表拿回家,让父母签署,有学生家长把这份表格上传到网络,掀起轩然大波。 很多网友纷纷痛骂这种无耻行为,很多网页已经被删除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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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